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吧 现在Windows 11的虚拟机已经启动好了 我打开一个微软远程桌面来访问它 这样我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远程桌面打开了 我们看到获得了全屏的分辨率 这一步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目录共享出来就可以了 单击右键选择属性 然后选择共享页签 再点击共享 再次点击共享 最后点完成 这里需要复制一下网络路径 全选这个路径 然后右键单击复制 关闭这个窗口 切换回Mac系统 隐藏一下这个虚拟机界面 打开文本编辑 粘贴刚才复制的网络路径 然后把里面的左鞋杠 全部替换成右鞋杠 搜索内容写 左鞋杠 替换内容写 右鞋杠 再点全部 点完成就可以了 最后在头部加上smb 冒号 把这段内容复制下来 点一下桌面 按Common-K 胡处连接服务器界面 然后贴入刚才复制的内容 然后输入Windows的用户名和密码 稍等片刻 现在连接上来 我这里事先在里面放了一个文件 到这里 Mac与虚拟机之间的共享 已经建立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 切换到Windows 11里 看一下效果 打开这个文件夹 我现在把它删除掉看看 切换回Mac和桌面 可以看到文件已经删除了 说明共享连接是有效的 再往里面复制一个文件看看 先空格键预览一下内容 然后修改一下文件名看看 就叫参考图0001 切换Windows 11 看到文件也变化了 双击打开出错 右键换一个程序打开 就用画图吧 打开很快 没有问题 默认打开不了是因为用了照片 这个UWP程序 这种程序目前在这个虚拟机中 还是打开不了的 再换一个应用打开看看 用这个截图工具 好像这个效果更好一点 这种通过共享文件夹来虚拟机进行文件交换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